- 环球网军事10日8日报道,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日7日报道,据Tolonius电视台原影阿富汉国防部的声明称,在阿富民军和安全部队,及空军与不同省份展开的联合行动期间, 阿富汉最近一天内,至少有57名武装分子被消灭,据阿国防部消息,在过去的24个小时内,阿国民军和安全部队,在该国13个省份展开了行动,成功消灭了57名武装分子,还有8人受伤,行动期间,还摧毁了武装分子的武器。 阿富汗正进行政府军与塔利班极端组织武装分子的对抗,塔利班此前曾占有该国农村地区的大片土地,并向大城市展开进攻。 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影响,也对该国交强。阿富汗国民军和安全部队,正在全国进行联合反恐行动。 阿富汗国民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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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富汗国民军